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念》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166集 游女云飞 王林张嘴一息,那火焰立刻飞入她口中,融入身体后,消失在金丹之内 随后王林右手一挥,那尸骸上的楚戴一个个顿时飞起,被她一一拿住 紧接着,她手中白光一闪,出现了一套黑色长衫 穿在身上后,王林把楚戴收好,伸手在旁边虚空一抓 那里立刻出现了一道裂缝 她没有任何犹豫,起身走了进去 在此出现时,她又回到了存放记忆传承的地方 王林深吸口气,看了看四周 确定与自己离开时一样后 她双手迅速在身前变化法觉 口中以古神之语念出数个复杂声色之词 随着她手绝的变化,一层层波光鳞片般的景象出现在她身前的虚空 她口中的声色词语,如同一双无形的大手,在这波光之中挥动 如此一来,波光的扩展越来越大 最终古神徒斯的虚幻之影,漠然间出现在波光之上 对于古神徒斯,王林太过熟悉了 尽管面对古神徐颖传来的阵阵威压 但她心底却没有任何波动 这徐颖出现后,其眉心处的八个紫色星点突然一转 紧接着射出八道星光,落在那波光凌凌之处时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八角形漩涡 王林盯着徒斯虚影,心底莫道 古神之地,永别了 修摩内海,碎星乱 这是一片由无数碎石组成的巨大环形之地 此地充满了一股神秘的力量 无论是从外进入,亦或者是从里面冲出 都需要面对数个与自身修为相等的分身 与之战斗胜利后,才可通过 此地神秘莫测,再加上这环形地内凶险异常 所以几乎很少会有人来这里 渐渐的,此地几乎鸟无人烟 这一日,两道剑光一前一后从远处迅速飞来 前方剑光略有暗门 在剑光中可见一个妙龄女子 子女抿着双唇,面色苍白无形 她身穿青纱红底衣裤 腰部鲜细,相貌颇有几分姿色 在她身后的那道剑光旗上站着一个中年男子 此人方脸粗眉,眼大如鳞 此时啊,她嘴角溺出一丝冷笑 双眼露出寒芒,紧紧地盯着前方女子 她脚下剑光平稳不乱 显然并未全力追击 她盯着那女子,目光越来越冷 这一前一后两道剑光了 瞬间便从远处临近 青纱女子望着前方不远处的碎星外 心底生起苦涩之意 她已经逃了快一个月了 在这一个月内,无论她逃向何处 身后那人都会紧追不舍 若不是她使用出师门秘术顿走 她是早就被对方追上了 可依靠秘术顿走 这法术太过消耗体内的灵力 几次之后,她已然无力再次施展 慌乱之下,并未留意方向 居然来到了这碎星乱的范围内 当她反应过来 想要改变方向时 身后那人却是在此追来 无奈之下 她只能继续飞行 于是二人在追击中 距离那碎石组成的环形越来越近 她心底明白 身后那人显然没有用出权力 而是以一种戏谑的方式 给自己带来无穷的压力 逼着自己向前飞行 对方定然算准 自己不会进入碎星环中 如此一来 随着距离此环跃进 她心底的压力也就会越大 乾坤不疾不虚地追击着 她心中对此女怀中之物 志在必得 若非此女那几次奇异的顿逃方式 她早就追了上去 可现在 此女慌乱之下 居然进入了碎星乱 如此一来 可以说是连苍天都帮忙 她想到这里 嘴角笑容更加阴朗 云飞 前方就是碎星乱 这碎星乱 在修摩内还极具修名 到现在为止 在下尚没听说 有谁可以侥幸通过 你可否愿意一试呢 乾坤语气阴沉 声音缓缓传出 此女面色越加苍白 内心泛起振振苦涩之意 在距离碎星乱武藏之外 她脚下一顿 身子漠然停了下 转过身 探着乾坤 脸露凄惨之容 紧咬下唇 说道 前前辈 小女子是个苦命人 这次侥幸逃出难里 您何必赶尽杀绝呢 乾坤嘴角一动 脚下飞剑 在女子石杖外停下 看了子女身后 碎星还矣 啼笑肉不笑着说道 在下也是奉命行事 要怪 只怪你拿了不该拿的东西 女子惨笑 从怀里储物袋内 拿出一块玉剑 望着乾坤 一声道 这本就是小女子 尸门之物 又怎能是不该拿的呢 前辈 此物魔宫内尚有副本 我拿走 对魔宫来说 没有任何影响 乾坤的目光 投在那玉剑之上 眼中引漏一丝贪色 她接到的任务 本是杀死此女 并把玉剑拿回 此玉剑上有魔宫封印 乾坤知道 即便是自己拿到手 也无法查探 只能上脚 而这个叫做云飞的女子 此人之前身份暧昧 却是可以查看此玉剑之人 否则的话 她也没有机会 把这玉剑偷出来 正是因为这一系列的原因 所以 她之前才并未下死手 而是步步紧离 乾坤阴森地说道 你拿走此物 对于魔宫来说 有无影响 在下不知 但在下却知道 此物对我 却是影响极大 女子神情露出果断之色 她一咬银牙 说道 前辈有话直说 可是要切身把此玉剑内之物 踏映一份 乾坤并未说话 但眼中 却是露出一丝喜色 她早就知道 这个云飞 是当年修摩海内 有名的齐皇门传人 虽说齐皇门 最终被一股神秘力量 一夜之间摧毁 但此女 却是机缘巧合下 逃过了一劫 随后 此女拿着记录齐皇门 最为珍贵的几种 丹药配方的玉剑 被魔宫之人擒住 此女忍辱负重 成为公主侍妾之一 现在事隔多年 此女终于寻到机会 拿着玉剑逃了出来 乾坤现在已经是 结单中期 距离后期 虽说只差一线之隔 但她资源有限 功法也并未绝强 如此一来 怕是此生 都无法进入后期了 可若是能获得这预解 按照旗内的配方 炼制丹药 那么 她进入结单后期 将会变成可能 女子暗叹一声 二话不说 再次拿出一块 空白预解 踏印之后 她盯着乾坤 说道 前辈 我已经踏印完 你若是放我离开 那这预解 就是你的 乾坤哈哈一笑 说道 哈哈哈哈 好 你把预解拿来 在下看过 确定误后 自然会放你离开 说着 她身子就要向前迈去 站住 女子立刻 力声娇和 她右手捏着预解 只需凌厉清土 就可把这仿制的预解 给捏碎 同时 她身子后退两张 盯着乾坤 口中说道 前辈已然是结单中期 小女子修为 不过是刚刚迈入结单 与前辈相差一个境界 所以不得不防 前辈拿到预解后反悔 乾坤眉头微皱 她目光闪现寒芒 盯着子女手中预解 停下脚步 欢欢说道 你这是何意 云飞深吸一口气 贪口违章 说道 还请前辈退出千丈之外 我定会把这预解放在此地 待我离开后 前辈可来取预解 否则的话 我立刻把这复制的预解捏碎 然后自杀 到那时 前辈可就一无所获了 乾坤嘴角露出冷笑 说道 哼 笑话 我又怎知 你能预见是真是假 若是你糊弄于我 那又该如何 此时啊 大人都没有发现 在那碎星环内 天空中出现了一道三丈多长的空间裂缝 阵阵阵黑芒 从旗内散出 云飞秀眉紧锁 正要说话 此时啊 乾坤面色一尘 继续说道 在下可没时间与你纠缠 哼 交出预解 我放你生路 否则 休怪乾某不留情面 这预解 乾某大不了 不要就是了 说着也 他身子向着前方缓缓飘去 十丈的距离啊 原本一闪便可过去 但乾坤呢 却是步伐缓慢 他生怕动作太快 会让对方下意识的捏碎玉锦 如此一来啊 他可就真的一无所获了 云飞银牙在意 他将手中玉锦 默然向一旁扔出 随着身子立刻一动 反方向急驰而走 乾坤身子顿时一折 其身影如若奔雷 迅速冲了出去 追上玉锦 抓在手中神石一探 随后面色立刻大喜 狂笑几声后啊 他盯着正在急驰 尚未逃远的云飞 眼中露出一丝银邪之蒙 身子立刻一冲而出 追了上去 这一次 他的速度与之前追击 明显不同 几乎快了数倍 云飞虽是急迟啊 但神石却一直暗中留意 乾坤的举动 在看到对方追击 预检时啊 露出这一路上 从未有过的速度后 他就感觉到不妙 连猛咬牙迅速飞下 但很快 他便绝望起来 那乾坤拿到预检后啊 并没有遵守承诺 而是向他追来 乾坤 即便我死了 你若是按照那预检炼丹 一定会落得凄惨下场 这一切 都是你自找的 云飞内心冷笑 但是很快啊 他便是一探 索性停了下来 闭上了双眼 准备自断心脉 乾坤看到云飞不但不跑 反而放弃抵抗 他哈哈一笑 身子迅速向前飞去 口中吟声道 看在你失去的份上 一会儿乾某 让你在叔父中死去 让我好好看看 这让主人 为之销魂的身体 到底有什么不凡之处 若是你把我伺候好了 说不准 真把你放了 乾坤刚刚说到这里 突然眼睛猛的瞪出 直勾勾的盯着碎星乱点 眼中露出不可思议之色 但很快便立刻转化为极端的恐怖 云飞听到乾坤的话 尚未说完便戛然而止 他正要自断心脉的举动 立刻一环 妙目睁开 一眼便看到了碎星乱内的异象 小嘴立刻无意识地张开 露出一脸的震惊 只见在碎星环内 不知何时出现了一道空间裂缝 这裂缝此时正在以极快的速度迅速扩展 眨眼间便几乎达到了五十多丈 此缝隙成弧形 仿佛是一个挂在半空的野兽之口一般 让人看起来不由得心底生出震震寒意 要知道在修摩海内 由于内外海之间的若隐若现的红武与裂缝阻隔 空间裂缝代表的含义极大 几乎弹枝色变 可即便是内外海之间呢 也只是一些细小的裂缝而已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鲜密》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敬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